广西2023年学青会正开展的如火如荼 我们关注一下 田径赛场诞生了几个不错的好成绩 公开组男子100米决赛中 广东小将吴浩林以10秒31的成绩夺冠 打破墨游雪2013年创造的10秒35的全国百米少年记录 吴浩林刚刚年满17岁 是今年中国短跑界火箭速度飞升的超新星 可以肯定的是 吴浩林跑进10秒3甚至10秒2区间不用等多久了 只是上线到底是墨游雪还是苏炳天呢 我们值得关注 另外公开组男子400米比赛中 新疆小将埃利希尔·吴迈尔玉赛跑出46秒35 打破个人保持的全国少年记录 决赛中45秒71再破记录夺冠 在400米这个项目上 中国队太缺高手了 期待这位小将能够扛起大旗 值得一提的是45秒71的成绩 已经是中国历史第7人 而她只有17岁 很多人都在关注女子100米兰 因为吴彦妮与林雨薇都报名参赛了 最新消息显示 林雨薇不会参加100米兰的比赛 但会参加接力 所以届时100米兰将是吴彦妮赌舞 游泳方面 多位名将也参赛 值得关注的成绩中 男子200混合泳决赛 张展说1分59秒65夺冠 女子200跌决赛 小将陈璐颖2分08秒08爆冷夺冠 男子100次决赛 天才小将王浩宇48秒00夺冠 但是在接力比赛中 王浩宇出现抢跳的低级失误 导致队伍无缘冠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